2022年,上海人民说,在这么短暂的人生中,我们少了一个春天。 上一年少了一个春天的是长春,再上一年是武汉。 其实还有更多,我不记得了。 其实每一个人每一秒钟,都可以少一个春天,只要心头还笼罩着精神方舱。 一个叫钱文雄的男人,受不了压力就上吊自艺了。 差不多同时,一个叫陈顺平的小提琴手,也跳楼自杀。 他死得很礼貌,很温情,为了让妻子多睡会儿,只留下两张纸条。 就翻身从五楼跳下去。 后者,总是让我想起负雷。 1952年,袁帅问,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啊? 这是悲愤和无助的四月。 每天在朋友圈看各种信息,打电话问各路上海朋友。 饥饿、自救、团购、感染,死于急诊门外。 老人、小孩、女人在喊叫。 看着听着,忽然就把各种信息搞混搞串了。 我觉得所有的悲伤,只是发生在某个模糊而具体的人身上。 这个人站在阳台上,分不清男女,也分不清贵贱。 只是面孔充满饥饿、绝望、无助。 说,上海怎么了? 上海没怎么? 是你幻觉了。 你以为有亚洲最好的迪士尼、米其林、科技公司、高素质人群和城市文明,就不会被锤。 根据杠杆原理,锤或不锤,在于锤子主人。 生活之锤砸下时,你躲无可躲。 周树人那会儿,还有租借可以躲避。 你有什么? 你抬头看不见收留你的那衫顽造,只能看到收纳你的大白。 看,他们终于对九十四岁的老人动手了。 一个叫职业的人求助。 我外婆九十四岁了,阳性后,连续三天自册已经转阴。 街道居委会,却要求外婆马上收拾东西去方舱。 凌晨两点半左右,警察强行撬开房门冲了进去。 外婆说不会去的,他们就上手了,卷起被子,把外婆拖走。 外婆被拽倒在地上,然后被带到逃捕护理院。 没有床,没有被子,发了一个枕头。 我还清楚记得一个帖子。 我父亲疫情期间无法看病,几天前就走了。 殡仪馆来接他遗体去火化,对着他喷了很多消毒水。 我母亲拿着他早上刚出来的核酸阴性结果,哭着求他们少喷点,少喷点,他是阴性。 蝙蝠侠作者比尔芬格有个经句,没有一座城市是永恒的,即使是歌坛市。 他们被封在一个大盒子里,在盒子里活着,在盒子里购物,在盒子里死去,像个机器人。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,难怪这座城市疯了。 幸亏芬格1974年去世,否则,小粉红就会说,这是乳华,会逼蝙蝠侠下架。 疫情之下,美国太惨了,一颗白菜要卖一百元,年轻女孩为了食物,就跟志愿者上床。 由于等待核酸证明,很多得不到救治的老人小孩死在医院门口。 据报道,美国满大街的人拿着冲锋枪互相扫射,只是为了抢得一箱产自中国的盛药,莲花清温。 花15天研发出来的莲花清温,确实是盛药,不看广告看疗效。 昨天我在家里打扫卫生,不小心撒了点莲花清温在扫帚上。 今天早晨起来一看,扫帚已经长成一盆绿色植物。 这世上有一种病毒叫傻逼,且傻逼和病毒一样不可清零。 看过病毒简史就知道,人类唯一清零的病毒叫天花。 从拉美西斯五世感染天花死去,到1979年,科学家攻克天花,整整花了3100年。 病毒对人类是有巨大贡献的。 没有病毒就没有光合作用。 没有病毒杀死海水中的细菌,大海就是一汪细菌水。 病毒中有一个基因能合成一种叫荷包素的蛋白质,能形成一种东西,那东西就叫胎盘。 没有病毒就没有人类。 可是,即使病毒清零,傻逼也不可能清零。 每一头傻逼内心都长着一个体效学历的无精。 他们不读书,且对此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 我爱国,凭什么讲科学? 他们两眼充满着愚蠢的狂热,分不清细菌和病毒。 他们把防疫当成小时候参加爱国卫生运动。 一尘不染,片甲不留。 无论你走到何处,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。 无论你何简是阴是阳,前方都有一个方舱。 最新的消息是,北京方庄的社区医生,开始接受新华社采访,指导上海的防疫工作了。 要不要了解一下赤脚医生? 要不要了解一下电影《春苗》? 这部四十多年前的积雪电影跟莲花轻温一样,包治百病。 所以不要奇怪,十年脑血栓想出的方法。 一个阳性就把一个小区封掉,却又强迫全小区集中测核酸交叉感染。 你明明转阴,可疾控还是必须送方舱。 十四天后,证明你确实是阴,可既不能待在方舱又回不了小区。 从医学层面上,你是阴,从社会面上,你还是阳人,你就是阴阳人。 看过一个划时代的视频,高速风控区,服务人员对被贴了风条的司机高喊, 你人不能出来啊,但可以点四菜一汤。 司机问,那我拉石咋办? 下面的人员喊,拉石把口罩戴上,屁股冲外面拉。 从技术上,我是忧心忡忡的,要是风大怎么办,要是拉锡怎么办,这个办法好,上厕所把屁股朝外。 不是不懂科学,而是太懂利益。 威姐说,宝贡食品呢,连公司都注销了,还能进小区,连发放的莲花清温都是假的。 这个梗太意味深长了,并且,抗原市值的生产日期居然在2202年4月。 民愤极大,民心可用。 所以,开始抓人了,北京卫健委主任也被抓了,涉嫌贪污及其他,该抓的抓,该死的也死了。 有关部门郑重提醒市民,保留好团购时的有效证据,以便将来维权之用。 拨乱反正,云开雾散,民心大快。 王霍说,丞相,军粮不够,这仗怎么打? 曹操说,可用小胡发粮,帮我撑几天。 数日后,王霍说,这招不行啊,士兵们都闹起来了。 曹操说,跟你商量件事儿。 啥事儿?借乳向上人头一用。 斩了王霍,三军用命奋力杀敌。 我常想,我们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时代? 我们处于光荣的时代,处于《环球时报》说的,崛起中难免有瑕疵的时代。 处于每个人竭力打拼,即使虚托也要喊一声,嗨,早晨你好的,假装时代。 时代肚着金箔,却张着他青铜的大嘴。 岁月透露豪情,终不免迎警,挨一手杀猪刀。 高铁隆隆几尺,其实公务舱与普通舱是一个命运。 别吹牛逼,你的头等舱可以任意旋转,放平。 轻负之时,每个人都是一个节制。 如果你跳车,会发生地面与你躯壳剧烈摩擦的一团火光,而车上的人对你的愚蠢行为嘲笑无比。 惊死一劫,上海显示出对自由的渴望和自救的能力。 但不要无限夸大上海,不要虚幻一个充满希望的西安之城,否则你无法解释,发霉的宝供食品,打人的本地大白,举报对门是阳性与权力部门勾结哄台物价的故事,以及以下的故事。 在广泛批评缺乏食物和居委会的时候,终于有人辟谣了。 真心给静安区十门二路街道点赞,这是父母家发的第五批进口水果和第六批物资,有十公斤日本大米,腊肠火腿酱油肉,牛奶鸡蛋倒米油。 昨晚志愿者发放到半夜又怕惊扰休息,放在每家每户门口,邻居老人早上都被惊喜到了。 老人收到政府这么好的慰问,心里也有一份慰藉。 这几天,医护还上门为父母做核酸检测,给优秀的基层干部群众点赞,也给辛苦的志愿者们点赞。 警察,这其实是上海市政协家属院,这个梗,跟西安力政民众正在幸福分发菜品的照片一样。 警察,上浦路二十三号,省人大家属院。 上海和西安很多不一样,上海和西安有什么不一样? 我去过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,上海如此伟大,如此繁荣,如此生动多情。 可是上海,如此脆弱,如此不堪一击,冷漠如尖兵。 经此一劫,你该明白了,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, 而是总有一层尖兵让你头破血流。 从这个角度,上海和青海没什么不一样。 六六与监狱网平原没什么不同,大家都是出来卖的,体位不同。 每一个混蛋,当初都只是一个孩子。 时代的一粒尘埃砸到每一个混蛋上,都是一把铁锤。 你看,狼贤平,六六,杨华,伟贵国,沈毅,秦陪峰,一片哀嚎。 王伟说,北宋六贼之手的奸臣蔡京,终于被下旨流放,一时间普天同庆。 门人吕便问了蔡京一个问题。 您看问题又高明,见识又长远,也甚至国家大势,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? 蔡京答,非不知也,将为老身可以幸免。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,我不是不知道,我以为我可以幸免啊。 有没有发现,我们其实是同住在一个大的风控楼里。 在思想级病毒的时候,思考就遭人嫌弃。 有的阴了,有的阳了,有的坚持清零,有的希望共存。 坚持清零的,被铁锤砸了后也哀嚎。 希望共存的,当对面有了阳,便怒喊着,赶紧拉走拉走。 即使有少数人坚持,也在无数次重复核酸检测中,渐渐地就从阴性变成了阳性。 如果你还坚持阴性,那就继续核酸检测,直到把你测成阳性。 上海中要解封,东方卫视那台被骂到延后的上海抗议晚会,必定也会举行。 世界马上会变得光明、幸福、正能量。 经过奋战,顺义高丽营终于从漫长的封闭中解封。 三千多名村民幸福至极,人们随着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玛丽一声宣布, 不约而同的同时开始合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 我们唯医疗已坚持的,只有人性,如同坚守冰箱里最后一个馒头。 记住以下的故事。 伊森说,交大店院退休教授,上海书协会员,书法家吴忠南老师, 在急诊病逝,缺少氧气等医疗资源,哀求医生救治未果,夫人亦感染为阳性。 导听风说,我爷爷未出血,血小板各未熟,大脑缺氧,高血压,高血糖, 因为上海优秀的防疫管控,未能得到有效治疗。 第一二天打120,120死了命地拖时间不给转院。 3月29日,最后在病房中逝世。 浦东新区三菱镇七十七弄盛市南苑二号楼的居民说, 瘫痪的龙牙老人,因无核酸报告,被医院拒诊,后离世。 红豆KK杀吉原将说,我们同行,丹纳赫集团的某HR, 因心脏病没有核酸报告,耽误治疗,导致死亡。 网民方方方说,我的妹妹,原本在上海上学, 疫情发生前回到了老家,抑郁加重,但是没有办法回来就医。 11号从15楼坠下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 Sovia,她才21岁。 一个叫陈湘如,三岁零十个月的小女孩发烧了, 父母大清早跑到北京西路儿童医院, 可是发热门诊停诊关闭,挂普通门诊, 可是内科和呼吸科不让挂,原因只是孩子在发烧。 然后去万元路儿科医院,竟然全院封控。 折腾八个小时后,才打听到卢定路儿童医院下午开门诊。 经过漫长拥挤的排队测核酸, 一个小时后排到时,女儿已经没有力气了。 当医生开始检查时, 女儿已出现严重抽搐、惊觉、大小便失禁,失去了意义。 瞳孔对光照,没有任何反应。 医生说,救活了也没意义。 母亲签下放弃治疗承诺书, 医生拔掉了呼吸机。 也许那个小女孩生命的最后还在努力挣扎, 她一定是个懂礼貌的漂亮小女孩。 让我想起第三帝国时代, 有个犹太小男孩临行之前还问士兵, 叔叔,我站得值不值? 陈信虎发了一条帖子, 上海徐会有一条河叫曹和金, 今天飘来了一具尸体, 死者是一位老阿姨。 她从哪里来,遇到了什么事情, 自杀还是她杀, 没有人知道。 十几天前, 在这里还目睹另一具尸体, 是一个叔叔, 岸边居民都站在自家窗户前, 全程目睹着消防和医生打捞, 侧心跳, 装尸袋, 运走。 大家就这样看着, 也不敢作声, 原以为第二天会有新闻报道, 却也没有动静。 这两个逝者和一起围观尸体的人, 从小成长于怎样的水土, 环境, 这些因素, 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他们, 又在何种程度上背逆了他们? 我们围着铁窗看尸体, 就像大学时看的伴我同行。 那么多年过去了, 她激起的涟漪依然在, 上海是什么? 上海就是她面前奔腾而过的那条大河, 飘过太平天国军队的战船, 飘过洋枪队, 飘过英勇抗战的松户战役将士尸体, 飘过张爱玲, 她只想了一秒钟就知道, 自己还是喜欢穿着漂亮旗袍, 而不是蓝灰军装, 迅速收拾好行李, 从此地而香港, 而遥远的彼岸, 连信都不想再写一封, 永世不见。 张爱玲知道, 上海是可以预示未来一百年的大河。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, 不止这两年发生的事情, 让人觉得总有什么笼罩下来, 曾拥有的珍贵的东西迅速而去。 我的一个做外贵的朋友, 遣散了员工, 开始跑滴滴了。 我的另一个电视台朋友, 开始借钱了, 开始是三千, 现在连五百元也借。 一个哥们因为生意失败, 女朋友远走他乡, 他卖掉所有家当, 下落不明。 白鹿园里有这么一段, 几十年后, 红卫兵们从园上走下来, 挖开了朱先生的墓, 正在批斗骸骨时, 发现一块砖, 正面写一排小字, 天作孽有可为, 反面也写一排小字, 自作孽不可活。 红卫兵们怒不可遏, 把砖头扔在地下, 那砖忽裂成两半, 原来是夹层砖, 中间赫然写着一排字, 折腾到何时为止。